韩国超人气女团TWICE二天前才发布第六章唱片专辑 Yes or Yes,九位团员一改以往清纯小女生的路线 信心满满地挑战起成熟性感风格 在记者会之前,韩国娱乐圈人士就曾预计 TWICE的本次唱片将有望大卖,甚至能在11月大战中强势登顶 而如今MV上架后的情况,正好印证了这段预言 TWICE新歌霸占七大音乐平台 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,全球最大视频网站YouTube就累计突破3000万点播 人气相当火爆 本周一、五日,韩国女团TWICE推出新歌 Yes or Yes,一放送就霸占韩国七大音乐平台 Nava, Bugs, Monkey 3, Melon, All M Music, Genie和Sori Bada 而理所当然的,他们也凭借着这首主大歌 在摘下韩国歌曲排行榜、因缘榜的冠军桂冠 截至目前已经风光达成十连胜了 而除了韩国本土外,TWICE在国外同样成绩卓越 像Yes or Yes,就横扫了包括日本、新加坡、台湾等17个地区的iTunes专辑榜冠冠军 人气火爆 而在YouTube上,新歌也在24小时内成功突破3000万点播 对此,TWICE队长普智孝在采访中表示 这是我们在三周年之后所推出的第一张唱片 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 在这些新曲目中 除了要保持TWICE一贯的活力形象外 我们也大胆尝试了其他风格 但愿能取得突破 也希望可以得到歌迷们更好的评价 而事实证明 TWICE的这次风格转换 确实取得了意外好评 像周子瑜、Mina、明景南 并延就因为性感造型登上了韩国热搜榜 而9位成员在韦Oboy拍摄了9周年杂志封面后 未来几天的热度一定还会再高涨的